经历一场离别,激进一段成长,每每遇见一些心意的人,到最后,都坏了一场又一场不告而别,我,就这样渐变成了沉默,渐渐的,才发现,我特别喜欢买各种本子,写出来的,也都是一些伤感的文字,只因,离别苦,明明,我无需仰仗那些,来证明什么的啊,生命中的苦可那么多, 每送走一个人,就会有一个本子,专属于两个人的故事,有的人,有的人,记着记着,就找不到踪影,而那些刻骨铭心的,怎么忘就怎么记得深,怎么想就怎么痛,有的人,写了一两件纸,便没了印记,有的,就算没有写,却也是庆竹难书,原来,遗忘和回忆一样简单,而这一本,关于咖啡, 主角里出了自己,还有另一个可以被叫做L的男子,我不知道,我会写多久,又或者说,还有多少和一写,也许,最后的最后,我们都会后悔无期,然,有一点,我肯定已经确定的是,在这里遇见的每一个我,都是最真实的自己, 依旧喜欢一个人坐在咖啡厅里,上一个靠窗的位子,煮上一壶咖啡,浪漫的打发时间,遇见很多同样喜欢咖啡的人,久而久之,都会有这样的结局,与一些人相逢和告别, 就像夏日里的每一场即时雨,来去匆匆,有些约定好一起同行的人,当岁月趋过明华的月台,最终都会消失在时间的渡口,最终相信,地达最终的终点,一定只是自己,心,是那么透明的明白这些, 可为什么还是那么胆怯,越是小心翼翼的,想要维持一段心意,就越是脆弱的不堪一击,每次都把自己的心头的支离破碎, 却也是一次又一次把它拼凑起来了,时间久了,我不知道,我是否依旧那么勇敢,念念不忘那些时光里的故事, 也许,我更适合躲在自己的世界里,做一个明媚的女子,与最爱的文字,共度一生,可是,也总得学着和别人一起欢笑的,我的内心是如此渴望的,不是吗? 每一次坐在时光里发呆,总会静静的想,太多彷徨的岁月,和舒适尽头,撑着一副落寞的缺窍,却依然在守着一份野动的执着,是的, 我在等待一场假如,我承认,我害怕失去那些一直想拥有的情谊,所以,把自己放在遇见的每一个人的世界边缘,小心翼翼的尽量不去打扰, 我知道,有一种感觉很无奈,进,不得,退,不舍,我真的不奢求什么,只要彼此安好,就好,爱,是时间最美的情感,因为美, 所以,不敢轻易的去触碰,不敢轻易的说出口,更不敢轻易的承诺什么,所以,我只喜欢把它放在心里,小心翼翼的维护着,疯过无痕,有些情感,注定如一片流云,散了变化成雨,化成雪, 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,只要不轻易的去定义某种关系的名字,这种方式,就一直在心里面存在的,不是吗? 或许,假如一切都可以一直很好,才能欺骗自己安然无恙的活下去,只是,当我的内心不断的闭合又开放的时候, 当我再次像飞蛾复火一样不顾一切去爱的时候,本来,依旧不可而得知的时候,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潇洒的放手, 转身就是过客,我的世界在我自行调节下,终归于平静,没有一点点波澜,像一网瓷水,经不起败点连依,于是,偶尔浪漫,偶尔孤单,偶尔心疼,一个人,没什么不可以, 偶尔,我只敢把自己放在你世界的边缘,随时走近,也可以随时离开,无论将来,谁可以陪你一起颠沛流离,我都可以笑着说祝福, 流年飞独恨时短,梦里烟雨歌惆怅,不愧说红尘放备禁,一只花开始断场,这里的每一笔每一话,都蕴含着光阴的情愫, 那些栽在心里的欢喜,每一件都关于你,在每一笔青花里,如果,你想要成为一棵大树,我一定会画成一根藤,和你一起,十指紧扣,静待是光燃喜, 当然,我的所有的期盼,都会画为一种尸骨的离别,那么,我一定会黑下挥手告别,然后一个人,悄悄的奔赴未知的流离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